这个是Mupple区的一个崭新的townhouse 它很有特点是顶层的话呢 它有一个deck 然后的话呢 这边的话可以看到不错的风景 这边就是比较有名的学区的话呢 是那个Churchill那个中学 所以很多人在这附近买房子 就是为了那个好多的那个中学 这样这个是样板间 这个里面是带家具的 可以感受一下 它这个都是全套德国的那个厨房的电器 这些东西 天然气 Gas是包在管理费里边的 洗衣机 干衣机在这边 这边一个睡房的话是潮溪的 有西晒 所以这个房间会比较暖和一点 这储藏很多 对储藏是这 这是那个卫生间 这二楼就一个卫生间 两个睡房 那是两个睡房 卸了一个卫生间这样 它这个有一个浴盆的 它是比较实用的 二楼的睡房 这是摆一个 这是摆一个双人床这样 像它都有很多的这个storage 像刚才有三个storage 大家好 我是老程 跟大家再聊一下买房这个事 买房最重要的事情的话 其实可能就是贷款了 因为加拿大房价最贵的地方 就是温高华了 这么高的房价 不借钱是买不到房子的 因为靠工资 只能借大概四倍左右的贷款 但是据统计 大温的家庭平均收入才不到9万 也有报道说 即使年收入25万价比 靠工资存钱的话呢 要买150万的房子 其实150万在郭哥华 也就是买个townhouse 要30多年才能攒够首付 但是那怎么还是会有这么多人买房子呢 而且市场还呈现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呢 秘密两个方面啊 一个的话呢 就是很多人就去开这个海外收入证明 这个又一些贷款经济教你 怎么去开这个海外收入证明 你在加拿大收入不够 你比如说你在中国 哪个公司任职 高管 给你开个几百万年新生的 另外一种的话呢 就是这个所谓叫高进值贷款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有大额的存款 或者投资 而且你能拿出三个月的对账单 证明你有这么多的存款 或者投资 那么你可以算高进值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拿到比较高的贷款了 因为银行呢 贷款是愿意贷给有钱人 但是呢 即使你靠各种手段贷款成功 很多人呢 其实也是过于冲动了 为了买房子脑的一热 拼命的想贷多少贷多少 据报道呢 大温的这个房贷月供啊 居然占到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 这个很吓人了 而且有超过百分之三十的人啊 你与其说他是房主 不如说他是房奴 他们交完房贷之后呢 他连吃饭都成问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一方面就是要理性消费啊 另外一方面政府也真是不敢随意调涨利率 如果利率稍微涨价 那很多人可能就要破产了啊 还不上钱了嘛 那么不调涨利率 这个房价的话呢 它上涨的势头就更厉害 所以的话呢 现在这个问题其实挺难解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